如果月账要百分之多才能离开这个地狱呢 要达到百分之多才不会达到地狱去 那如果你业障如果一般的到百分之四十 只要你百分之四十的业障 就是说百分之六十都是好的 你就不会下地狱了 六十不会下地狱的 不是到二十五三十那种就下地狱的了 二十五那是二十二十五那是上说的是天界 明白吗 所以很多人一天到晚误解说台长说什么什么天 实际上天分成六道轮回当中这个欲界天 里面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 然后再上去是圣文道圆觉道 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啊 真的还什么都没听清楚台长说什么话先批判批评 哎我都无语了哎 如果是三十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是下地狱的 没有啊 你只要不超过四十 你就还不会下地狱 听得懂吗 但是呢 从畜生投人都有可能 哇很危险啊 你们家里如果养了一个 家里如果养了一条狗 养了一个猪 像他们这种呢 就是说不下地狱 但是从畜生到 你开心啊 呵呵呵 要到百分之多少才不会跑去出生肖呢 二十五啊 才会跑去哪里啊 出生肖啊 出生肖 出生肖一般的 你像一个人如果你至少三十三十三十以呃 不能超过三十的业障 明白吗 哦 少数才是了 就是七十你是很好的才能 不会超出生肖 所以一般的一个人一辈子做得像一个人一样 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 平平安安不害人 他这个人基本上都是七十 这个人就能再投人 如果你要说要到天上去 哪怕阿修罗道 你至少要超过二十 二十了 到天上 但是呢 你二十五啊 二十四啊 二十八啊 这种都能够再投人 行的懂吗 所以有些人叫我看独藤 他想问他业障有多少 他想说二十八 这个人至少投人没问题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听说我听台湾的都以台湾讲 如果白无常黑无常来拉人 一旦就上升到一百八 会上升到一百八成 这种是投不了人了了 那当然没有说一百八 就是可能就是你大概没听清楚 如果黑无常八无常是九十八或者九十九 就可以拉走了 听得懂吗 不是又当升上去的 就懂 业障当然升上去啦 他黑无常白无常都把你带走了 你还没有业障啊 哇 如果不出手不出升得很快 今天升到一百一百八 一百八天 像你像你三十八的话 现在还没有脱离投畜生的可能 如果你超过三十了 你比方说只有二十八二十九了 那你就基本上投人了 那如果你再弄掉个十二十了 那你一定上天了 这个天是那种六道的天 如果你超过十了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超脱六道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如果我们修到天界的时候 天界是怎样修的 还是认经的 还是那边有体验 没有体验放生了啊 都有 他不要放生了 到了天界的话 你修就是念经了 静坐念修 我指的是 你超脱六道 你还有机会修 你在天道里边 你就是享受的时间了 明白了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现在投胎 投了人家一个少爷 整天吃喝玩乐 你说你会念经修行吗 就会有机会闻到佛法 就到你狗了 哎呀 你 你现在有所进步了 好了 明白了